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焖黄的这个特别难把握 现在我们看各家基本上只有上了年纪的老师傅 他能去把握得了这个焖黄的程度 像我们这个摩甘花芽是在贪青杀青揉拈 然后焖黄开始 根据茶叶的不一样 它的炭火的温度 这个备溶的温度 然后焖黄的时间的长短 老师傅去抖布包的评次和抖布包的程度 都是看他这么多年的经验去 然后焖黄这边开始 就是他会去掉一些绿茶的一些刺激性 使得这个茶性比较偏温和一点 然后也是因为焖黄才导致 他这个茶的口感比较醇厚 它相对来说不像绿茶的绿的程度会那么明显 它就比较有点偏暗的褐色 然后我们墨干黄芽在有一道工序是揉拈 这个对茶汤的醇厚也有帮助 所以它的干茶看起来是卷曲状的 卷曲型的 墨干花作为黄茶一种 它最重要的特点是黄汤黄叶 然后它的香气很难做的 就是很难做出来的就是它的甜玉米香 偏粗老一点的就是黄小茶和黄大茶 它就会有一些可能成熟一点的玉米 或者是我们在 我们也尝试在那个焖黄的时候 根据茶叶的粗嫩程度 给它加重焖黄的程度 那么它会有一些很高火的一些甜香 黄茶如果我们要冲泡 这个黄茶怎么样泡能够就是说更好喝呢 我们自己呢会用瓷器多一些 像这个是150毫升的盖碗的量 我们的投放量大概是5克的黄茶 像我个人比较喜欢在注水上讲究一些 我会慢慢地就是从边上顺着杯壁往下冲 慢慢地让它这个水去浸润这个茶叶 然后注完水之后呢大概是5到10秒就可以出汤了 我们一般不建议洗茶这个程序 我们莫安这边生态还不错 我们的加工也比较卫生 我们不会在投泡就把茶洗掉 如果我们绿茶用盖碗泡呢 可能也就是3泡 这个茶会偏向于比较寡淡了 但我们黄茶不一样 黄茶它我们自己感觉它能泡到6泡左右 6、7泡 然后它的前3到4泡的黄茶的一个香气的特点非常明显 主要香气也是在前几泡它会出来的比较多一些 黄茶呢相对来说比较温和 它可能我们喝绿茶大家会比较注重就是刺激胃寒这一块 那黄茶就会把这个刺激性去掉 然后呢但是它从茶洗来讲 又不至于说像红茶有点暖胃啊什么的 它还是比较温和 所以对调理脾胃上比较合适 然后我们这些年也跟一些专业的食品研究机构 包括台湾日本 大家在做检测的时候发现呢 通过蒙黄这个工艺 它有一个Gaba-n-基丁酸这个元素的含量 会自然偏高 那这个元素呢它是有助于舒缓神经 解压这方面的功效 所以结合黄茶这个它比较温和的茶性 所以在这方面黄茶还是相对于其他茶类 它这块的功效会比较大一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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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